我们想把老百姓希望我们做的事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希望我们完完完美的去完成 让党放心 让老百姓满意 所以我们才拼老命的这么做 十月 地处滇西高原的云南丽江夜晚已吹起色色秋风 每天晚上 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都坚持走进每一个班级寻课 1996年 张桂梅主动申请来到偏远的华平县任教 她看到了山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 也发现不少山区女孩因为贫困而辍学 这时起 张桂梅就有了一个梦想 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2007年 在党的时期大上 张桂梅作为党代表勇敢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此年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 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 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成立 学校虽然建起来了 但各种困难依然存在 建起来以后一年是最困难的了 因为一个是师资 一个是环境 条件太差了 一个是学生的基础比较差 所以就频繁地出现师资现象 老师这个不干了 哭着走一个 第二天又哭着走一个 是这样的 最后就剩下六个党 结果六个党员就把这学校撑起来 不说后边来的人越来越多 张桂梅经过思考 提出了胆健统领教学 革命传统历效 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 此后 他带领师生唱红色歌曲 以红色历史 诉红色课堂 在华平女高 学生的作息被控制在分秒 学习的时间被利用到极致 这种力量 孩子的力量和老师的力量 哪里的 我们才知道是信仰给我们的力量 把我们凝聚了在一起 把孩子和老师的信仰和的奋斗目标都凝聚了在一起 每天早上五点 张桂梅会用一个小喇叭吼学生们起床 深夜 在陪伴学生们自习结束后 他才入睡 十余年来 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 把两千余名大商里的女孩送进全国各地的大学 华平女高的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成绩依然优秀 有不少学生在毕业后 选择了人民警察 医护 教师等岗位 以自己的方式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这帮孩子走得真的很好 我们第一届96个孩子 如愿以偿的全部走出去了 力量就是信仰给的力量 大家知道我读书为了什么 为神读书 我读出去要干什么 近年来 张桂梅收获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七一勋章 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荣誉 党张桂梅认为 这些荣誉不属于她一个人 属于共同付出的所有党员和群众 2022年 张桂梅再次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只要是我能动 我还是愿意去 愿意那么近的聆听党中央的声音 然后把党中央的声音带回来 给我们三一个党员 告诉他 党中央给了我们什么任务 我们该怎么做 多年来 张桂梅坚持无私奉献 向一束希望之光 照亮商区孩子们的追猛人生 多赔一届试一届 让孩子们的最高目标冲到 看到这班孩子能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 做出自己的优异成绩 我就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